大洲学校的同学既兴奋又高兴 因为今天三位来自台湾的大师蔡文福 侯顺正及许红南要教他们风筝的制作方式 这次的教学活动是由布里斯本嘉年华会主办 三位老师专程从台湾带来风筝的教材 在讲解原理示范步骤后 同学们迫不及待的拆开包装开始动手组装 从骨架的组合风筝的粘合到彩绘完成 不到一个小时只见大家 拿着五颜六色的传统台湾小风筝在空中挥舞 每个人都高兴得不得了 他们很高兴 就是可以见到师傅 然后见到说台湾传统做风筝是怎么做 然后怎么画画怎么做 然后就是很高兴 接下来是观摩时间 三位老师示范台湾风筝的制作 侯顺正老师说 台湾风筝的特色是用布料材质扑面 可以随意彩绘 所以屡次在国际表演或比赛中获奖 在他的精巧手艺下 内产生动的金鱼风筝成品 让小朋友兴呼连连 也向三位大师抱以热烈的掌声 除了巡回澳洲学校及社区 三位大师也将举办风筝教学及示范活动 要让当地民众现实一下台湾传统的独特大风筝 台湾宏观电视顾利汉 澳洲布里斯本采访报道